在這個情形下,桌上演習做我想可理,但是太過度那種實兵演習,我覺得引起的恐慌太大 所以我們原則上,我們應該只知道桌上演習先做 這個明天我們會雙北會議 事實上,主要是這樣 因為要封城的時候,如果要到這種程度,這個大部分的權限不在逆光 所以我們大概最多是桌上演習,細節還是需要跟中央討論,計畫我們會先聊 因為這個牽涉到要,等於是緊急命令,中央政府,我們都是圈線在中央政府 所以我們會寫計畫,但是這個需要跟中央政府商量 今天早上我們也討論過這個題目 我覺得桌上演習先做,因為實兵演習有過太大的這種情況,大家恐慌 不過我們先讓桌上演習先做 因為現在侯友宜他有說,比如說像針對一些路段可能是用管制的 我剛才講過,到現在為止 雖然這個禮拜好像一天有20個案例 不過我們仔細看起來大部分還是境外移民 所以表示,事實上我自己最近做捷運、做公車看有沒有 大概98%也戴口罩 所以有議員在講說,不只要決定下令帶 但是我發現不用下令帶 因為台北市市民數字還是比較高 差不多98%也都有戴口罩 所以98%戴就跟100%意思差不多 所以我特意從數字再觀看一下 雖然這個禮拜有20個,每天都要20個 但是大部分還是這一波從歐美一進來的 本土產生的還是不太多 這表示說我們國民防疫的概念相當好 所以這種戴口罩、請求手還是有相當的補絕作用 所以是這樣 在這個情形下,桌上演習做我想可憐 但是太過度實兵演習 我覺得引起的恐慌太大 所以原則上我們應該只要桌上演習先做 現在陳輝文說,那如果韓市長他被罷免了 是不是可以選2022的台北市長 我覺得是這樣 現在是疫情期間 自己都道歉由自己的 旁邊的人就說 其實在這一階段,疫情先撐過去再講 我都覺得這一段時間至少在未來的這一個月 還是疫情最緊急的時刻 所以我們 我是主張少一點政治上的脫稅 這一個月先撐過去,以後要來再來